波音星際飛機載人到外太空出任務 現在卻空機而返 週五降落新墨西哥州 八天的任務延長到三個月 而且還把兩位太空人丟在國際太空站 只有太空艙空空回來 主因就是這架星際飛機頻頻出包 返航時推進器又故障 導航一度失靈 而六月啟程時不止推進器 還傳出有氦氣泄漏的問題 甚至還沒出發 是非就曾兩度喊停 加上兩名太空人八月底 頻頻聽到太空艙持續的敲擊聲 都讓NASA不敢大意 決定另派太空船前往載人回來 太空人一呆就得等到明年二月 由波音對手SpaceX太空船救援 這次和NASA合作顏面無光 返航記者會波音人員全部神隱